1.魏大勋尚未心切,事情是这样的。 在两位都为正面回应恋情仪事时,杨幂昨天官宣了一个品牌的新款毛衣,官网上对应其身上的,有一款男款的同品牌情侣黄色毛衣。 而今天魏大勋就在机场以下图这样的形式,把穿身上的同款衣服露出来了。 这是真的太爱杨幂了?还是极其尚未心切呢?问号。不管怎么样。吃香是真的难看。 2.杨超越哭戏界外力,其实当初听到杨超越去拍戏时的消息。姑婆就很震惊了。 毕竟除了哭。做任何事她都不行。可最近我发现。她哭也不行了。 在剧组有料爆出。杨超越拍哭戏。用眼药水。有图有真相。是真的有工作人员给她滴眼药水的。我还是很疑惑。杨超越到底哪里好。 2.高以翔事件二台又发力,今早高以翔的百度百科词条被篡改。篡改的内容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,是发时的时间线。 根据调查。高以翔事件百度百科的篡改人是名为Stone青鱼2013的用户。Stone青鱼2013还创建过一个词条。 名为一翔到底请看图9。经查这是二台春节前要播出的一档节目。 这就很明显了,人都走了这么久了,二台还不放过她吗? 4.野魔小姐又有动作了,和木子水心壮脸的野魔小姐。 她也是吸取了去年频繁上热搜朝黑的教训。所以今年可以低调了很多。 不过虽然平时曝光度不高。但一刻也没闲著。 她现在在接洽一部新剧。男主在谈居老师。 要是能谈下来对她来说算是一块好饼了。 5.她的老婆也上位了,钢琴家老婆上了真人秀后。 她的热度也涨了不少。甚至还开始做营销。 她的确是要往娱乐圈发展。不只找了Coco指导她跳舞。 还请了老师教台词。她有拍电视剧的想法。老公也挺支持她的。 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帮她铺路。 6.男主持被先人跳。 在综艺里被催婚的男主持和被前女友捶得很惨的男歌手是好朋友。 两人经常去高级会所约币。 两人曾经还会和那里的女生一起拍罗路的照片。 这个男主持还因此被敲诈过一笔。 这两人都特别抠。 有次男主持约完之后只给了一半的钱。 说剩下的下次给。 从那之后男主持就一直躲住那个女生。 女生想要曝光。 结果被会所的老板给压下来了。 阅读更多新闻。 蓝军天曰好友过圣诞节在怀念高一祥。 甲敬文带三女儿出席。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来临了。 娱乐圈中已经有不少明星开始为圣诞节做准备。 有的已经开始装扮圣诞树。 有的已经约住朋友提前过了节日。 更多的是明星带住孩子与好友聚会交换礼物。 即便还未到春节。 但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。 112月22日。 艺人蓝军天在微博中晒出了好友们聚在一起过圣诞节的画面。 这次聚在一起的好友比较多。 有甲敬文一家。 有欧帝。 有杨明威一家。 还有圈外的素人。 孩子们非常多。 也非常热闹。 蓝军天说,震耳欲聋的圣诞礼物趴。 好友。 好吃。 好玩。 好累。 看来大家玩得都比较尽兴。 一边要照顾好孩子。 大人们许久不见也有说不完的话。 真就是很happy的聚会。 照片中好友们都戴住圣诞帽。 甲敬文抱住波妞。 修杰凯抱住布布。 梧桐妹站在了妈妈身边。 看布布和波妞之穿了短裤。 两个小可爱还真是不怕冷。 比比麦蒙的样子好可爱。 每年梧桐妹都会来陪妹妹们过圣诞节。 真是又懂事又乖巧。 一旁的欧蒂抱住女儿JoJo。 那嘴嘟嘟住。 蓝军天有抱住女儿Riley。 杨明威方智友也抱住儿子Sunny和女儿Mia。 大家的脸上都露住幸福的笑容。 身边有这样一群可以玩到一起的好友。 真是人生的一大财富。 感觉像温馨的一家人。 其实每年一些大大小小的节日。 周末休息日。 生日时。 甲敬文都会约住方智友一家。 还有欧蒂。 蓝军天一家聚会。 大人们是好友。 孩子们也延续这种友谊。 多么好的成长环境。 蓝军天在晒出好友们聚会的照片后。 还不忘补充说了一句, 说过了要好好的。 如果了解娱乐圈最近发生了什么。 应该知道蓝军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 身为高以祥的好友们。 为了他都在好好的生活。 这句话是说给高以祥听的。 大家一直怀念住他。 高以祥猝死一事让很多好友多日陷入悲伤中。 修杰凯在得知高以祥去世后不敢相信。 也夸高以祥是个没脾气的人。 非常温暖。 蓝军天更是表示要为高以祥讨要一个说法。 让善良得到回报。 让好人不吃亏。 虽然到现在还没有让真相还原。 但大家带住高以祥的梦想继续温暖身边人。 早在之前也有众多好友陪住高以祥的爸爸提前过了圣诞节。 朋友们装扮了一个G字母。 大家一起只向他陪他过节。 看到好友们都恢复到正常生活了。 高以祥也会孝祝离开了。 也该让他安安静静离开了。 。